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继续给大家说白化佛法 我们学佛人学佛念经 首先要用心 心是最重要的 无心念经很难感应 你看很多人念经 嘴巴一闭 怎么念 他们又用心 那感应力就不够了 你每念一遍心 你要得到菩萨的感应 所以念经就是念心 所以我们平时做人就是这样 你说你念经就由如放一本经书在你边上 你说你一本经书在边上 你很难感应 因为经书没有用啊 因为你没有去念它 那么你念它的时候呢 你要用心你就会有感应 所以持经人的用心啊 就是在你意念起来的时候 我要念经了 你的意念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开始动了 动的是佛心佛念 动的是什么心呢 那么是无相无明 因为在念经的时候 人啊是不着想的 心中没有任何需求 心非常的安静 所以念经就是念心啊 如果一边在眼睛到处乱看 一边嘴巴里在念经 你说这个一遍经文出来 效果就是差很远很远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懂得 明相 不执着明相 然后明相当你不执着的时候呢 它是非常的清净的 你说我们不为名不为利 我们不执着于明相 我们人 是不是非常的高尚 很干净 犹如一朵莲花 它在成长的当中 实际上长势非常好 它像一朵莲花 它就长起来了 但是呢 杂念呢 进入了我们的心中之后呢 那么你念经 为什么 有相的去念 有目的的去念 那么就犹如 你的莲花边上 生出了很多的花枝 而且这些花枝 如果无人剪割 没有人去割啊 把它剪掉啊 你一定会影响到莲花的繁茂成长 莲花的繁茂成长 所以真正的念经 要无相 无相 无名 我们现在很多人 做什么事情 都有名啊 着相啊 因为我有所求啊 我求这个了 我求那个了 它都是心中 有一个目的去做的 所以人 在这个社会当中 自生自灭也好 自取生灭也好 实际上为了一些利益 为了一些虚幻的 看不见的利益 那慢慢的 人的政治就被埋没了 政治就是正确的智慧 就会被埋没了 那这个时候 你没有正确的智慧 你就很难辨别 哪些是烦恼 哪些是欲望 哪一些确实 应该防止的 那么你慢慢的 就离开了般若了呀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整天被烦恼所困 他早就远离了般若智慧 所以不见信者 不信佛陀的 所以一个人 如果看不见本性 看不见一件事情的 真正的根基 就是根底 那么就是说 我们想做一件事情 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很多人说 我做义工 我只是为做义工 而做义工 我因为家里有一个亲人 正在医院里 我想让他身体好 所以我来做义工 这个不是你看到了根本 而是应该你懂得 看到了根本是什么 根本就是你见性 因为我今天为了救度众生 因为我把自己的家里的亲人 哪怕在医院里的亲人 也看作是一个众生 我今天学佛在救度众生 那么我相信佛陀 相信观世音菩萨 我学着观世音菩萨 在救度众生 那么你就是见信者 所以若见信者 视之为佛呀 如果你这个人见到了本性 你就是佛 你做一件事情 你讲道 这件事情是为了众生的 是为了救更多的众生 离苦得乐 那你就是菩萨 就是佛 所以师佛之人才能信路 如果你一个人仅仅为了 我们说拜佛啦 为了家里啊 经济好一点啦 为了自己所求啦 那你还没有信路 还没有完全信佛 只是为一些福德而求 所以佛不远人 而人远佛 就是说佛永远在我们身边 你只要想到佛 佛就来了 而我们人很多的毛病 就是想不到佛呀 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佛友 白天念经念佛 到了晚上呢 做噩梦的时候 他也很自然的 叫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马上醒过来 远离噩梦 但是我们有很多人 根本脑子里 平时没有想到菩萨 所以等到他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也想不起来 第一时间要求菩萨 等到他做噩梦的时候 他也想不到 我第一时间 我必须先要求得观世音菩萨 所以基心基佛呀 你的心就是佛 你今天能够有这个心 你就是这个佛 你今天能够解脱 就是因为你没有离开佛 所以佛不远人 就是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人迷失了自心和自信 而我们不知道 我们离开了菩萨 我们不知道 所以人就远离了佛法 就相当于一个人 明明应该懂这件事情 但是他为什么做不到 他不懂 因为他迷失了方向 你今天喝酒开车 你明明知道这条路是对的 但是你开开开开 你开错了 那么别人拦住你的时候 你说 我本来应该这么开的 我怎么会开到那里去 是你离开了你原本的道路 而不是这个道路 离开了你开车的意念 所以佛是星座呀 就是我们心 所以很多人问师父说 师父佛在哪里 佛就在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就在你的心里 你只要低头一看 你就看到到你的佛性 迷惑之人 他总是在书本上要找到佛 所以很多人说佛 哎呀在哪里 我看看书就知道了 书上的佛 那是写出来的 是文字当中你在需求 而真正的佛性 是在你的心里 自心而做的 所以一些迷惑之人 他总在各种形式当中求佛 就像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他看得见佛的 那么大家都很羡慕他 哎呦你看得见佛 我问你你看得见佛吗 佛就在你心中啊 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看看 你心中的佛呀 当你正知正见的时候 当你明心见性的时候 当你自己觉悟的时候 佛已经在你心中指导着你了 所以觉人向心而觉 迷人修阴带过呀 一个迷惑的人 哎呀总是在修啊修啊 我要修到看到佛 我要修到离苦得乐 实际上在你修心的时候 你这个善因种下去了 你用不着等到这个果的 果自会来的 当你做件坏事的时候 你这个因种下去了 果报一定自受 如果觉悟的人 你只要问问你自己的良心 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做 如果不能做的话 你的心就是在觉悟当中 觉者就是佛呀 当你心中明白了 我想通了 我开悟了 那你就是佛在心中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悟人了无心相 开悟的人 你想想看 他根本不要去天边寻佛 佛在心中啊 所以我们平时应该修因懂果 而不因代果 不应该自己做的因都不知道 天天还等待着果报的现前 所以很多人说 我去年来求过菩萨 菩萨怎么到今天 还不给我感应 所以迷人植物 守我为己呀 一个迷惑的人 以为这个东西是我的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他不知道啊 本来就无我 你从哪里来的 从你生出来之前 你在哪里 所以你把你的家庭啊 你的亲人啊 你的名啊 你的利益啊 还有你的烦恼啊 还有你的自我的生死啊 你都当成真实的 哎呀 这是我的 那么你慢慢的就会执迷了 就会执着不舍得这些名利了 你放不下了 想一想 你来的时候带来了什么 所以觉悟的人 他不会迷惑的 他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 我们暂时的拥有 暂时的借来的 所以不会永远属于我的 所以他处而不染啊 他不染着 所以无处不是佛性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哪一天 哪一件事情 哪一个时辰 不是在佛性当中 所以无处不在西方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懂得一个想不通的人 整天的在执着 为什么 这个是我的了 以后会没了怎么办呢 我会很痛苦了 所以真正理解空性的人 他不会去执着这个 因为他知道今天的拥有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这个也是没有 所以真正的空 是完全的放下的空 所以见性了 你明白佛性了 你自然而然的 你自然而然的得到了空性 所以人只有懂得 不执着不执着我 我没有对这个空执着 我没有执着 我没有执着我今天拥有的东西 你就没有两边 没有两边就是心空 心空就会没有 心中就没有 心中就没有 心中也没有执着有 举个例子 今天你们拥有的家庭 那么百年之后 这个家庭就没了 我不执着这个家庭 但是呢 我也不执着 以后这个家庭没了 我来不及把这个家庭就破坏掉 所以这个就是叫中观 所以我们不能心空相灭 有吗 有的 空吗 是空的 两个都有 两个都不能灭 只能唯有中性 一个有智慧的人 见自己的本性 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 因为本性即空嘛 看到的这是虚空嘛 也是一个空字 但是它是虚的 所以我们人不能有四项的执着 你执着于人相 我相 受者相 众生相 这个四项的执着 那你慢慢会毁掉 你心中的 本灵的 智慧 和般若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用通俗的话讲 就是一切让你喜欢 让你悲伤 所有人间的情 它都是虚空的 它到最后都是没有 它有时候像一张网一样 我们自己 用了执着 执空 和执友 来慢慢地编织了 这张网 来慢慢地 主宰着我们 每天的悲伤 和幸福 是我们自己的感受 我们自己的 悲伤和幸福 每一天的爱情 友情 兄弟情 父女情 每一天的母子情 和朋友之情 每一天执着在里边 觉得这是 我执 这是我应该拥有的 所以一旦失去 就会痛苦万分 所以我们说 只要有姻缘的 一定会相遇 但是相遇 也是个姻缘 因为姻缘 也会失去 所以缘分没了 就慢慢地失去了 但是在失去之前 还会有 业力的感召 也就是说 你在行缘的时候 在进行你 这个缘分的时候 你还种下了 更多的业果呀 和业因啊 所以为什么会有业缘呢 那是前世的累积 所以我们这一世 等于重新地上演了 上一世 上一世的故事 精彩啊 所以很多人 一碰到这件事 突然之间会感觉到 很忧伤 实际上他触碰了 他八世田中的 前世的果呀 所以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不停地在转换的人物 我们人 前世的生活 和今世不同的生活 前世的人物 和今世你所处在的 不同的人物 实际上都在 重回 就是在轮回呀 所以今世 有的时候 我们相见了 是是而非地相见 好像认识 又好像不认识 所以不必去执着 因为这一切都是缘分 所为 菩萨曾经跟我们说过 是空 是无相 是无作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空的 这个世界 你做任何事情 到最后 你不要做相 它是没有相 你是无作为 你没有做任何事情 空就是无相 无相即是无作 所以若空无相无作 你的心就没有意识的存在 那么这个就是等于 三个归于 一解脱门 就是用这三个 空 无相 和无作为 成为一个解脱门 就是三解脱门 今天讲的比较深一点 所以师父跟大家 稍微要做些解释 菩萨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 一切是空性无常 因为它无常的嘛 它会结束 那么这个结束了之后 是不是你过去的 所拥有的一切 是不是变了 没有了 那么就是无相 你没有了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拍过很多照片 我们有很多美好的记忆 和那些非常不愉快的记忆 这属于相 那么我们今天 知道空 因为它总有一天会空 空了之后 它就属于无相 所以空无相 因为空了 无相 你没有这个记忆了 你已经无相了 我问你 你小时候很多事情 你做过没有 做过 做过在哪里 无作 你做了哪些 有为之事 曾经做过哪些事情 无作为 所以就是告诉你们 这就是三解脱门 把自己怎么样来解脱 自己内心的束缚 能够懂得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这个 现在不可得 就是告诉你们 若空无相 无作 如果我们说 这个世界一切是空的 而且是无相的 而且你没有 作为过 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你说你哪来的心里的意识